幼犬多大可以洗澡 张安谷 职业寿医师 幼犬在疫苗接种完成后 一周可以洗澡 一般主人买回家的幼犬在两个月左右 这个时候幼犬抗体很差 千万不能进行洗澡 很容易一起感冒 甚至可能会引起传染性疾病 危及了幼犬的生命 主人需要为幼犬做好保暖 少食多餐 防止消化不良 拉肚子 在家饰养一周后 幼犬吃喝拉沙全部正常 即可带到正规宠医院 去注射预防传染病的疫苗 幼犬首次疫苗 一共需要打三针预防传染病的疫苗 和一针狂犬病的疫苗 整个疫苗过程至少需要49天 在免疫期间不能进行洗澡 不能带出门 也不能让幼犬与其他狗狗接触和玩耍 因为疫苗属于弱狗狗 初在期幼犬的抵抗力是最差的 可以为幼犬一些能够提高抵抗力的保健品 在试诚疫苗完全注射完之后 间隔一周分合给狗狗洗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